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 大家来参加我的第一次 第一个webinar 那么因为疫情我们都在家里 这是我的书房 我觉得书房虽小 但是书房承载的世界 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在疫情之中 不能出去 去旅行 去探索 但是我们可以 在家里学习更多的知识 和做更深刻的思考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叫 追寻西方文明源头 我的两度希腊之行 那么我想虽然我们 在宰家的时候 我可以带大家到 遥远的希腊 去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之旅 那希腊 我们说希腊 英文叫Grease 为什么叫Grease 因为当时的罗马人 说叫他们是叫Grego 所以呢就是成了Grease 但是我们中文希腊 更加适合希腊人的自称 希腊人自称他们叫Halas Halas 因为Halas他们原来就是 最早的希腊祖先叫Hala 所以今天的希腊 其实它叫Hellenic Republic 它不叫Smeak Republic 那么我这张地图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个希腊的一个全景 那么我想跟 OK Do we have a pointer? No Oh I don't have a pointer 我不能指这个地图 我以为本来以为可以指一指 没有这个灯 那么就是你看到这个希腊的地图 那我想这个这次讲座呢 我呢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我带大家去叫 我这个中文英文 我以为读的全是英文资料 所以我现在要想到中文是什么 这个名字地名啊 人名很难翻译 所以我都不记得 那它这个就到一个群岛 叫基克拉迪群岛 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岛 叫Santorini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Santorini 比如只要是希腊的岛 肯定首选就是Santorini 我想到那里去 带大家看一下 希腊文明的曙光 然后呢 再登上 普罗奔尼萨半岛 那个半岛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南边靠西边 西南的这一块大岛 这个岛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遗迹 叫 Maisenian 迈西尼 那就是河马什市里面的迈西尼 然后我们再到迈西尼东边一点的一个地方叫 埃皮达斯 达罗斯 然后在北上去奥林匹亚 然后离开这个半岛 然后离开这个半岛到北部的叫一个叫德尔飞神殿 神殿集中的一个地方叫德尔飞 那么最后呢 我再回到这个波罗奔尼萨半岛 再看一下斯巴达这个城邦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上半部 下半部呢 我就带大家聚焦于这个五公元前五世纪最伟大的 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是雅典 这雅典呢 我先带大家去卫城 欣赏雅典的建筑 然后再到古籍市 听哲人的讨论 最后去露天聚焦品味希腊的悲剧 那Santorini Santorini是一个 我看看 我先给你看 就是在 你看这张地图 它有一个 有一个群岛 最南边的一散弯的很多很多群岛 那有一个白白的 有个 有一个 就是风车的那个白的 然后再往西边 就是Santorini Santorini是 3500年前形成的一个 一个火山 一个火山岛 所以它的历史 你看听3500年 好像不是特别长 那么我们现在 能看得到的 是基本上是近现代的建筑 那么这个建筑 它Santorini 你去了以后 就觉得它非常的亲切 它没有宏伟的庙宇 没有雄奇的宫殿 它更没有军事 修筑的军事碉堡和城墙 什么都没有 那么Santorini 它是一个 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 长长的一个 一个岛 那么最头上的叫 Oi 叫Yer 对不起 说错了 Yer 很容易说到Yer 看看 Yer O-I-E Yer Yer 这个村子 就是他们叫Village 就是村子 它里面没有认识和机动车的 只有村外有机动车 那么我想给大家看几个 先给大家欣赏 哦不对 方向错误 这个视频的方向错误 那这个 它这个 这个岛都是白色的 这个方方正的建筑 零次之彼的扑洒在一个山坡上面 这些建筑都是 小小的白色的山洞居住 它是依山而建 如山洞 所以它有经常是一半的 这个房子是建筑的 另外一半里面的是挖进去 挖到山壁里面的一个结构 那它这个 这个蓝蓝的顶 点缀着这些白的 这个零次之彼的 这个建筑 这些小的这个蓝色的顶 一般都标志着 很小很小的教堂 经常有的教堂 只有一间湖这么大 所以这个 这个山洞瑞尼给你的感觉是 非常就是一种进化 一种是 不是人间烟火的一种美感 让我们这些居住大城市的人 都是被污染的心灵 能到那里去进行的进化 那么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 那图片你看 这个是我自己拍的 就像明信片的美 那么在很遥远处 有一个砖红色的建筑 那个就是我和我的友伴 一起拼租的一个居所 我和我的友伴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是 我是说我们两个疯女人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 三十年没有见面 前年我们约好了 两个疯女人 从两个不同的大陆 因为她住在那个马尔本 澳大利 我是在美国达拉斯 我们去两个不同的大陆 一个是希腊 一个是埃及 我们两个人接班而行的 这是我第二次去希腊 那么喜欢美照的 这个朋友 女性听众 可以准备一些 比较鲜艳的色彩的衣服 比如说是 这个蔚蓝色啦 还有这个粉红色 这个照的图片的小朋友 非常好 这是我自己 很得意的一张照片 是我朋友照的 你看这个砖红色的 这个建筑 就是我们当时租的 这个就是在Airbnb上面租的 我觉得是我整个 周游世界旅行师里面最美的一个住处 我因为有很多朋友说 这么美的地方 真是先进啊 是在什么地方 在Airbnb台上面就叫 Terra Cotta Cave House 只要162美元就搞定 那么这个美丽的小岛 在村落的一头叫 Air 在村落的另一头 是一个 Manoan文明 古代文明的遗址 所以这个小岛不仅给你一种 现这种当今的美 而且还给你一种历史的深度的美 因为Manoa是希腊文明最早的呈现 那么他这个希腊文明 这个Manoa的这个 这个主要的遗迹 是在更加南边的一个很大的岛 叫Crete 它的这个遗迹呢 在这个Santorini 也是一个相当在 除了Crete以外 是在整个希腊 第二个主要的遗迹 你现在可以看出 这个我们的遗迹 它这个是公元前1700年到1450年 这段时间的遗迹 那么这个文明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给人一种特别的呈现 它非常色彩丰富 这个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一个文明 一个古代文明 那么它的语言 这它叫Linear A 那么这个语言有记录 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法解读 那么只能靠考古的资料 来研究当时的社会 那么它有君王 有宫殿 有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呢 就是宫殿的和周围的这种公共建筑 那么就是在右左下方 这个图呢 就是公共聚集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这个文明的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不管是在这个 Santorini这个岛上 还在Creek岛上的遗迹 都看不到城墙和军事防御工程 所以呢 就断定这个文明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文明 所以这也就是能够反映到 它今天的这个美丽的景观 就是一种一种祥和一片祥和静密 不施人间烟火的一个地方 我看看 你看这个 Manoan的文明在这个图片是在Creek岛上的一个遗迹 它的一个宫殿 那么除了Manoan岛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Miklas岛 Miklas岛我也建议大家去 它这个岛本身没有特别多的历史深度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岛 因为它是个风岛 风非常巨大 这都是我给大家呈现的照片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你就能知道 这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我没有做过很多艺术加工 就是那种手机拍的照片 这个是Miklas岛上的一个 这个号称叫小威尼斯 这一群都是商店和这个饭店的所在地 风 这风就是能想到在这个现在机动发电之前 这个风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 这个风大的我拍这张照片 我都真正的感觉到脚站不稳 要被风吹走了 就是抢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岛也是一种非常奇妙 非常洁净的美 你看这路 这个小路 弯弯曲曲的小路 那这个是我让我的友伴 做我的模特儿 你看它这个粉红的围巾被风吹起的 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处境 这个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岛呢 这个岛的大概坐船30分钟 也可以探索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岛屿 叫提罗岛 这提罗岛呢 我这坐船你可以租到船半个小时就到了 这是一个碧区之地 这提罗岛 据称是阿波罗的出生地 所以它一开始是一个祭祀中心 当时在这个希腊整个这个 希腊不是一个国家 在希腊很多的城邦国家里面 这是一个主要的祭祀中心之一 然后随后就发展成为一个港口贸易中心 在它这个在兴盛时期 尤其是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 这段时间 它的人口有三万 有三千店铺 这个在遍布全岛 还有就是它的兴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时这个雅典所组成的一个联盟 叫Delian League Delian League联盟 就雅典联盟 它联盟的这个所在地的 联盟的金库所在地 就在这个提罗岛 为什么叫Delian联盟 就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字 它的希腊名字叫Delos 所以叫Delian联盟 所以也是给它增加更多的繁荣 这个你看它这个露天的广场 可以做三千人的露天广场 因为我以前说过这个埃及文明 那么希腊文明事实上 它承载了很多埃及文明的这个特点 和它从埃及学到的一些这个文化 那么这个岛就能看到 这个寺庙是祭祀 Isis 是埃及最主要的一个女神的 Isis的一个寺庙 然后它在这个右手边 这是一个去水的一个 就是Acadot Acadot就是中文叫什么 通水 运水池 可以说是比罗马人要早 我们都知道罗马人非常 功臣非常强壮 但是其实希腊人都已经见过 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急镇 和这个左手下面 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的家的 这个一楼 然后这个右手这边 是它的一个急镇的这个面貌 那最有名的这个迪罗岛 最有名的标志就是 一排总共有六个狮子 那么现在这儿 你们看出的是四个 这狮子也能显示出 这个希腊当时从埃及的 文明的一个小小的传承 你看埃及的那个世神人面兽 它一流排的 这个希腊的也是一流 它用狮子排 那么这个狮子还有一个流浪 在当时威尼斯人 侵占埃及的时候 把一个 其中一个狮子搬到了威尼斯 那么既然我是历史学人 所以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历史 这个希腊这个历史 那么2000到1000 前2000到1500年 是曼诺恩文明 然后呢 是1600到120公元前 是迈西尼文明 这就是河马史 是说的文明 然后到1200到750 这段时间呢 是叫黑暗时代 为什么要是黑暗时代呢 文明 我们经常想到历史 总是一个快进的一部列车 总是向前景越往前越好越美好 越发达 这个都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历史观 世上人类的历史 它有倒退的时候 在这个麦森念的时代 就是河马史是描述的时代 那个时代 希腊是有语言的 我说是有语言 我说是有文字的 是有文字的 但是在这个黑暗时期 希腊人把怎么书写 他们的语言的这个技能给丢掉了 所以就没有这个技术 那么他们这个语言 那么河马史是实际上 是产生于这个黑暗时代 那么它是一个口传的 一个史诗 很长的史诗 然后到了这个750 公元前750到480 这段时间呢 叫古老时期 这古老时期呢 就是河马史是起 大概是公元前七五年 形成文字的 这个时候的文字呢 就是希腊语 它写的这个文字是 从这个文字书写的这个技能 是从Phanesian那里借用来的 它的字母是Phanesian的字母 然后 这也就是我们后来 现在看到的 现代埃及文的 而不是埃及文 希腊文的这个 这个初心 就是从这个 古老的事情 开始产生的 那么古老时期过后呢 有个 我这个图片 我其实后来又更新了一下 在这之间呢 在490年到450这段时间 是希腊和这个波斯帝国 进行了多次战争 那么两次非常大的是在埃及 是在希腊本土进行的 这是对于希腊这个 整个这个文明是一个化时代的 一个一个事件 我到时候后来会更加 更希腊 那么480到323 这个前480到323 这叫古典时期 classical period 那么最后 这个323是什么呢 就是亚历山大 大地过世的时候 那么来山大过世以后呢 这个希腊的文明 它实际上它是个王权文明 那么它也是个统一的 从323到146是英文叫hellenistic 它就是一个希腊化的一个时期 那么在后来呢 就是到这个146到324这段时间是罗马统治时期 324到1204是拜占庭时期 其实是拜占庭 其实就是东罗马的意思 因为拜占庭人他不知道他是拜占庭 他认为是罗马人 那么后来就是1204年到15世纪呢 这个十字军东征 就是建立了一些王国 最后是1453年到1821年 是奥特曼土耳其统治时期 那么这个威尼斯 这个也建立了一个帝国 这是以后讲到罗马可能会讲到 意大利会讲到威尼斯 那么他也占领了希腊一些部分的土地 那么1821年希腊独立 从奥斯曼帝国独立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 麦西尼时代 那我先要跟大家推荐一个 一个program 就是叫Rick Steve Europe 我历经欧洲各国 我首先看的就是他的这个资料 他的这个是 因为他是为这个公共电视台 制作的这些视频 所以这些都是免费的 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去看 而且他还有这个下载 可以放在你的手机里 他有到一个地方 他就有一个导游 完全是免费的一个导游 那让他比较浅 这是你的第一步 但是我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个其实我们平常跟导游在看的 这个听导游解说的 Rick Steve都会给你阐述的非常明白 而且你不需要跟一大堆其他的游客 可以多往多来 讲到麦西尼 我们会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就是特鲁伊战争 对吧 这个照片是 这个Troy特鲁伊战争 这个2004年的这个电影 Brad Pitt 主演的一个电影 那么特鲁伊战争 这个河马什石的人物就蹲场了 海伦啊 大家都熟悉的故事 金苹果 然后呢 这个海伦呢 被勾引到了这个 特鲁伊城的这个王子 叫Paris 然后呢 这个海伦是 斯巴达国王 麦娜雷埃斯的王后 那麦娜雷埃斯呢 是Archmenon 阿加门农的弟弟 阿加门农呢 就是麦西尼 这个城邦王国的国王 也是整个麦西尼时期 各个城邦国家的 这个一个霸主 它是一个霸主地位 所以呢 他就召集了 各城邦的这个 这个国王和这个勇士 就派了 总共收集了 一千多艘战舰 那么他这个最 最强的一个勇士 就是 Archeles 阿克 阿克 什么翻译的 Archeles 还有呢 他对方 这个 这个 这个陀罗伊的这个王子 叫赫 赫克托 赫克托 还有呢 最后 赫玛世世的第二部的主人公 当然就是 Odysseus 这个是一个河马史诗说给我们展现的当然是一个英雄主义时代最大的一个场景 那么 这是一个神话传说 这个神话传说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并不是河马史诗里面写的 河马史诗这个克托 这个战争这个传说 大家当时在这个希腊这个文明这个圈里的人都知道 然后驾驭呼啸的一些这个这个故事 那么 真正这个战争的起源是什么呢 当然不可能是为了一个海伦的美色 也不会是金平之国之争 他 这个史学家都工人是可能是一个贸易战争 贸易的一个争端 纠纷 那么就要想了 前面这个曼文这个文明 它是一个非常祥和 非常和平的一个文明 那这个麦西尼这个文明 它就是一个好战的文明 那么我现在要讲了 这个Creek那个岛 那个很大的岛 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岛 气候非常的温润 但是希腊本土 一个大的本土 你要讲 它是一个土壤贫瘠 气候恶劣的一个地方 所以要生存 生存就是要竞争 要征战不移 所以形成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 在这个希腊呢 它很古远的时候 它就主要有三个做 三个农作物 一个是古类的 一个是葡萄 一个是橄榄 所以呢 你到了希腊 你就知道 我们去的是什么呢 是葡萄酒和橄榄文化 你要到了这个法国 尤其德国 那些蚂蚁们 他们的这个文化 就是啤酒和黄油的文化 这是非常不同的 意大利也是这个 地中海区的这个葡萄 和橄榄油的文化 那这个迈希尼就是这个最著名的 就是一个叫什么 Line Gate 狮子 狮门 这个小的照片是我们的孩子 五岁的时候去的照片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我想讲了 这个希腊语 当时就是称蚂蚁呢 叫Barbarian Barbarian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叫什么叫蚂蚁呢 就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 就叫蚂蚁 那么他不会说希腊语 他说就是Barbarian 所以呢 希腊语就叫Barbarous Barbarous Barbarian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也是一个 希腊为中心的一个一种事业 曼西尼在这个 这个它的鼎盛时期的这个途径 你就看到了 它是一个高山 它一个高山 它的这个基本的建筑 都是一山而建的 这样它是一手南宫 这个是它的这个皇室的一个藏墓 你看它这个 这个墓穴的这个 它是一个穹顶 但是这穹顶技术呢 后来是由罗马人去发挥了 这是河马时的这个 这个 一个地图 那么因为我没有 我不能指 指给大家看 所以呢 就是你在上面 你能看到这 麦西尼的这个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斯巴达 还有 埃塞卡 就是埃塞卡是这个 奥迪斯斯 回 奥迪斯斯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美国也有埃塞卡 对吧 就是那个叫什么 哪个大学 那这个是个非常非常著名的金面墓 一开始发现的是认为是阿加门 阿加门农的这个金面墓 但事实上不是是其他的国王金面墓 但是这个是 就是说这个故事 你也讲到阿加门农 在西方人 小孩 人人都知道 他们就是就像我们讲孙悟空一样的 谁都知道 非常著名的 那么这个 这个河马史是他两部 第一部是就是 就是那个伊利亚特 伊利亚特他贯穿主题 就是阿皮里的愤怒 他一开始愤怒呢 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 一个一个 讲给他 一个女奴 他认为他是他 这个女奴 他很爱他 就认为他是他的妻子 结果呢 后来阿加门农 把这个 这个女奴又给收回去了 收回去了以后 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个 莫大的侮辱 所以呢 他就愤怒 就不战 不去参战了 不去参战了 这个希腊的 这个盟军呢 就节节失败 然后呢 他的这个 这张图片就是 讲他阿加门农 必须把他的这个 他自认为这个 新妻子的这个 这个女奴 叫出去 他就是 他就 他就 回避战争 不参战了 那么后来这个 因为这个希腊军 节节 节节败退 所以他的一个好朋友 就 带他 穿着他的盔甲 去抵御 克罗伊的这个军队 后来再被这个 哈克特 被杀 被哈克特杀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这个阿基里斯呢 他又愤怒了 他这个愤怒呢 就是要为这个 这个 挚友 复仇 其实挚友 当然他又是挚友 有可能也是他的恋人 可能我吓他 所以呢 最后大家都知道 这个如果看到电影 或者读的时候 都知道 这个 这个阿基里斯 追着这个 哈克特 绕着这个 特罗伊城 三千 终于追上他 然后他们 交手 就 最后把这个 哈克特杀死 然后呢 哈克特是 本来说 就是不管是 战败方 不管战胜方 一定要对战败方的尸首 要尊重 给他归还 后葬 但是 这个 阿基里斯 就是 这个仇恨 仇恨 就是到了极点 他要把这个尸首 拖着这个尘 侮辱这个尸首 那么 这个伊利亚特 他讲的 他是一个 主题 是个英雄主义 大家都知道了 要 要 要 有功名 要有声誉 因为 这个阿基里斯 大家都知道了 他母亲早就告诉他了 他可以有两个选择 人生两个选择 一个是 作为一个英雄 但是生命软战 可以流芳百事 生命软战 要不呢 就是可以活一个 非常平和舒适的生活 但是是 永永禄禄 毫无神明 那么他选择的是 英雄主义选择 那么 一般的解释都是 对这部著作的解释 都是注重在这个人生 这个英雄主义这个主题 怎么去 也去 这个流芳百事 但是 我觉得 他也 另外一个主题是 讲的是人生的 这个境况 生存境况 和何以为人 这个主题 因为在这个 Acheles 他的朋友 被杀了以后 他就 简直 他的痛苦 就是悲痛 寓意 又绝食 又不睡觉 又不沐浴 就是简直就疯了 然后他 他把这个 而且他不给 他这个 这个 这个朋友的尸体 下盗 他不是下盗 就是 他粉上尸体 所以呢 他就 他就 坚持 要复仇 复完仇了 他的敌人的尸体 也不允许 给他丧领 他为什么呢 就是他 拒绝 接受 父王 后来 Hector的父亲 父王 到 亲自到 这个Acheles的 这个军营里面 求他 把这个 他儿子的尸首 还给他 这时候 Acheles 就跟着 这个老人 相拥 老人 哭 他的孩子 这个Acheles 哭 他 见不到 念了父亲 而他知道 他会在这战场 战死 他也为他的朋友 哭 最后他同意 归还尸体 停战 给Hector 后葬 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认为他就是 接受 人生 境况 生存 境况 什么呢 人都是要死的 而且呢 要 合以为人 人是社会的 你不能不接受 死这个 这个 这个人生 境况的 根本 实质 而且呢 要回归 人类社会 我这个时间 过得很快 我准备了很多 这个题目 非常的大 那我就 加快速度 这个 俄底 修斯 就是 Odysseus 奥德赛 爱的这个主题 那么 也是 以 我认为 是一个 人的主题 那么 Hickles 他要的是公民 要的是生育 他是这个 誓死如归 而 这个 Odysseus 他的 这个 明显的 这个 个人特征 他是 智慧 他是 非常机智 他勇敢 但是更多的是 机智 而他是 不愿意死 他要活着 回家 我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图片 是一个 女妖们 唱歌 这个 整个十年 回家的 这个 回乡 千辛万苦 如果很多的 很多的波折 那么 其中一个波折 就是 有一个 一个 一个女神 爱上了他 要求他 留在他的岛上 成为他的 夫君 而且 给他 永生的 机会 可是 Odysseus说 虽然 我的妻子 不如你美 而且他是 凡人 可是 我的心 就是在 回乡路上 所以他 虽然在 那个岛上 一下子 滞留了三年 但是他 见识还是 回家 那他 给我们的 什么 主题呢 就是说 他 不做 神 他要做 人 人 是什么意思 人 是要死的 但是他 接受 这个 人的 根本 生存 状况 他是要 回家 做人 这个我就 赶快就过去吧 那 回到这个 我们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是个希腊文明圈 当时就是 在 在这个 Archaic 时候 这个时期呢 就已经 希腊 开始 到处 殖民 就是 他的人口 过多了以后 他就到 他的周边的 岛屿和 这个土地区 建立新的 城邦国家 所以呢 你要看到 这个希腊 虽然你看到 希腊的 那个半岛 巴尔干半岛的 一个一点头 好像不大 但实际上 你要看 整个这个希腊 尤其在 古希腊的 强盛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 相当有这个 江女士 相当广的 他的江女士 当然很多是海 那么他是在 这个 今天的土耳其 的这个 西海岸 整个沿海 都是当时 希腊的 这个城邦国家 讲到这个 我们 这个 这个 Mckayson文明 我们讲完了 我就想要 讲到这个 希腊的宗教 因为我们要 看到很多的 寺庙 没时间关系 我就讲的 很短了 大家要看 这个Titan 这个Titan 我的Titan 因为宗教 宗教可以说 就像这个 以前我说的 这个埃及的宗教 还有这个 东东的 这个宗教 那么他想解决 说这个 这世界是从哪儿来的 怎么起源的 这些问题 然后呢 他怎么这个 怎么运行了 这些问题 那么希腊的 这个神话 也是 讲的 也是这些问题 那么 我现在想聚焦的 就是希腊的 这个Olympus 诸神 这书神 一般是12到14个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宙斯 赫拉 赫拉是主 这个 神域的 然后这个 雅典娜 雅典娜 是主持 他是智慧 也是战争 战争之神 还有呢 就是我看看 一个比较重要的 是 Poseidon 海神 就是这个 第一排最后一个 海神 他 我看看 还有 因为这个 雅典娜和Poseidon 真的要 作为 要当 这个雅典的 保护神 后来 雅典人民 选择雅典娜 所以雅典就叫 雅典就叫 雅典娜 就是他的名字 还有一个神 我想提出的就是 Dionysus 第二排的 倒数 第二个 Dionysus 他是酒神 祭祀酒神 产生了 希腊的戏剧 那我们就赶快 去看 这个 这些岛屿 不是岛屿 就是回到 这个 波罗奔萨 半岛 那么 这个半岛 就是 等于是 我们是旅游景点 把我们赶快的 就过去了 就是 一个叫 埃皮达鲁 达鲁寺 这块地方 这块地方呢 是 就是 可以说 他们的 疗养中心 这个 希腊 文明圈的 疗养中心 他的 这个 一个 医神 希腊的 医神 叫 阿斯克 皮尔斯 他 他是 执着一个帐 那蛇 这蛇 为什么 蛇是一个 是这个 医疗的一个象征呢 因为蛇 他退了皮 他就 好像是再生了 这个在圣经里也有 所以是退了皮 就再生了 在以前的 这个 这个中东的生活 这个史事里面 有蛇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 医疗的 这个 这个象征 就是一个帐 然后 蛇 缠在这个帐上 你看这个 Blue Cross Blue Shells 他的这个象征 就是这个 医疗的这个帐 那还有如果说 是两根蛇的 那就不是 医疗的这个象征 而是这个 Hermes Hermes是一个 传递信息的 一个 一个使者 那你看 中国海关 还用这个 希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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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 一些象征 他影响非常大 那么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容 一万两千人的 露天巨岩 这是在 希腊 现存的 巨岩里面 是最大 最大的一个巨岩 一万两千人 这在那个 在那个 一个中间 这个 舞台的 这个中间 一点是我先生 在那里唱歌 这个 这个音响效果 是非常非常 惊人的 然后我们 再 快行到 奥林匹亚 那么奥林匹亚 我们一想到 奥林匹亚 那就想到 奥林匹克 比赛 但世上 奥林匹亚的 起源 它是祭祀 主神 奥林匹克 主神 宙斯的 一个 祭祀的地方 那么 祭祀的中间 它有很多的活动 其中呢 有 很重要 在奥林匹亚的 这种活动 就是体育竞技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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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这个图 是一个 这个奥林匹亚 这个还原图 那么你看 那个白色的 那个呢 那个建筑 就是 宙斯的 一个神殿 这是神殿 神殿里面呢 你看啊 这是 还原图 神殿里面呢 是 宙斯的 座像 这个座像 它是 木 木的 一个 一个 机子 然后呢 用这个 批的 这个 象牙 做这个 肌肤 然后用金色 做其他的 部分 所以它是 一个是 非常 当时是 世界七大 奇迹之一 后来很 就在 在古代 就已经失落了 散落 那这是奥林匹亚的 一些 一些景观 现在的景观 经常说 这个 以前的这些神啊 和神庙 都是五彩 缤纷的 我经过岁月的洗礼 现在都是 都退了色了 给我们很多的 有股之情啊 这是 在这个奥林匹亚的 这个博物馆 能够看到的 这些 雕塑 那 第一个是 这个叫 Nike Nike 就是胜利 女神 对吧 这个希腊文 就Nike 那个 奈克 奈克鞋 就是Nike 嗯 然后 过去 然后我们 去北边 去 德尔菲 德尔菲 是 希腊文明圈里 历史最长 最中心的 一个 祭神之处 祭神之处 他祭的是 阿波罗神 那么 他有个称号 叫世界的肚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传说说 宙斯 当时小长 世界的中心在什么 他放了两个老鹰 这老鹰从世界 两个不同的 这个 这个终极 一起往 往中间飞 他们这老鹰 停的地方 就是德尔菲 所以呢 叫德尔菲 是世界的肚脐 那 先给大家看一下 德尔菲的还原图 它是一个 非常 这个 繁荣的一个 一个祭祀场所 而且他的这个 庙宇和各种 这种 各种的建筑和 碑雕刻 当时在 在他 新生的时候 是几百处 这个阿波罗神廟 这个右上角 是阿波罗神廟的 遗址 这个 左上 左下方 这个是他的 阿波罗神廟的 进口 这是我 十一年前 站的那个地方 这个进口之处 有刻的一个名言 叫 know thyself 人啊 你认识自己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德尔菲 他就是让希腊人 认识他们自己的 一个地方 他们 就是 大家 不管是 这个 君王 还是城邦 不管是要去 战争了 还是一个个人 这个生活上面的 一些事情 他们都想去 求神域 这神域呢 通过女祭司 那女祭司呢 就是坐在一个 一个 一个 三角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座 三角座上面 然后呢 他被这个 熏的 就是有个地气呀 那可能是硫磺 熏的 头昏脑胀 他就开始 说 这个用韵文 说出来 然后有 有这个其他的 这个祭司 把他 记录下来 就是他的神域 你有什么问题 问他 然后他就 他说就是 可以让阿波罗 复生 复生里头呢 阿波罗的 这个神域 就写着 用英文写下来 给这个求神域的人 其他的一些景观啊 这个 这个小宝宝 是我们 那个五岁的孩子 他这个拳 叫 Sprint of Prophecy 预言 可以 你喝了这个泉水 就能预言 这个地方 就像当时的 奥林匹亚一样的 它是这个 我们叫 Panheleic 就是 整个希腊文明圈 共有的一些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 德尔菲 这个地方 他也显示了 希腊 他希腊是城邦国家 有多少百个城邦 城邦国 那么 这也显示在团结的一些象征 因为他这个 这个 这个是文化圈的一些共性 然后他们把 整个希腊的各城邦国的人民 都 都 都可以 凝聚在一起 那么 其中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体育 一个是戏剧 那这个 这个 我给大家看了这个柱子 这个三十个的柱子 这个柱子是在波西战争 第一次战争 胜了以后 建的 这个 盘在一起的 当然象征就是希腊各城邦的团结 在这个圈子上面的刻着各个城邦 参加波西战争的这个城邦的国的名字 现在这个盘的这个 这个雕塑在什么地方呢 在伊斯坦布尔 因为金斯坦登岛大地 他机会了 他要把这个 搬到他的首都去 那这还是 我们现在呢 就讲到 我想想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Lisa I just want to ask if anybody has questions You have to type their questions That's okay That's okay 问时间也紧 我到最后问题最后问 请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问题打进去 好不好 我们这个演讲完了以后 可以问一个萧教授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是 这个classical period 古典时期 480到323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城邦国兴起 尤其这段时间是 为什么它标志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打 就是说 你看 492到90 480到78 是两次在希腊本土 进行的波西战争 两次都以希腊 而战胜这个波斯 为结果 为结果 那么它也标志了 希腊整个这个文明圈 进入了这个古典时代 也是它最新盛的时代 那么新盛时代 它这个城邦国家 有非常非常多 它的机制 它的政体都很不一样 那么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不同的城邦国家 就是大家都说 斯巴达和雅典 那斯巴达在布罗 布罗本尼萨半岛上 当然讲到斯巴达会想什么 你想到脑海里 斯巴达是什么形象 是一个勇士 非常South distant的勇士 斯巴达 我等会讲到这个波西战争以后 他那个勇士的这些形象 会给大家看到 斯巴达它的总人口 是15到16万 它只有8到9千人是公民 这个公民占的这个总人口 仅仅5% 还有呢 就是我说是利卡持有者 什么叫利卡持有者呢 他们是外国人 他们不是公民 但是呢 他们居住在斯巴达 受到斯巴达的法律的保护 但他没有公民的权利 那么70%到80%的斯巴达人口 都是奴隶 就是从战争战败的国家 俘虏的 就是奴隶 所以想到马克思的历史学观 是吧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 然后到这个叫什么 封建社会 然后资本主义社会 他讲的就是从希腊 根据希腊和罗马的这个 这个历史的发展途径 为什么叫他叫 我叫这个 希腊的这段时间 他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呢 因为他的这个生产 他的经济的基础 是靠奴隶的劳力来完成的 而中国和可以说 所有其他的古代文明 其实都不存在奴隶社会 有奴隶但不是个奴隶社会 你能看出了 一个人口有70% 80%的都是奴隶的 他就是个奴隶社会 那么公民他做什么呢 他只做两件事情 一是参与政治 二是参与军事 生产活动 那都是容易干的事情 波西战争 这个你看了 我这给你的时间 波西战争 这个两次都以希腊取胜为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意想不到的结果 为什么呢 你能看到 在左下角的有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你看绿色的 就是当时的波斯帝国的版图 波斯帝国是这个这段这段时间的 波斯帝国是世界之物 还不是我们我们的秦汉 它还不存在 所以波斯帝国 罗马当然更不存在 波斯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 你看整个绿色都是波斯帝国 你看希腊在什么地方啊 就是在那个最西上角 那下面一小小块 而且是三百多个城邦国家 合并在一起去地狱这个波斯帝国 这样的情况下 而且你刚刚看了 你看这个斯巴达 总共只有十五十六万人 这个雅典也就是二三十万人 我们讲的人数很多 而且波斯帝国的大军是三十万 大军进入这个希腊 所以你能想到希腊为生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肖林 我可能要稍微插一句 这个请所有的听众 如果碰到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你在那个右边的这个 它右边有一些指示 这个question这部分 就是问题呢 请你把问题打进去 等一下我可以念给肖林听 她就可以回答问题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大家一讲到斯巴达 还有这个波西战争 就是很著名的两个战争 一个是马拉松战予 马拉松比赛 就是据说一个士兵 他就是一个勇士吧 他是跑去 先去跑去请斯巴达援助雅典 结果斯巴达也没有援助雅典 他来的时候已经来晚了 雅典已经战胜了 然后呢 他战胜了以后 然后从这个马拉松 跑到雅典去告诉 这些雅典的人民 这个波斯被战败了 所以呢 我们就有了这个马拉松比赛 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温泉战予 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温泉战予 Battle of Thermopylae 大家都熟悉的 我给大家看到这个 你看就前面这个上半页 上面两个图就是这个马拉松跑步 报告胜利的消息 那么边上的照片就是现在的这个实景 下面呢就是这个Battle of Thermopylae 温泉之战 大家看到的电影 三百勇士 三百勇士 这个 那个King Lianitas 亲自率军 他率的是三百勇士 这四个勇士是什么 为什么叫三百勇士呢 因为他们是斯巴达的公民 其他他实际上带了四千精兵 那么其他的人是持有绿卡的 还有很多奴隶在那里 那么这些都是 这个这张油画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油画 那么讲到斯巴达 我就想说了 时间的关系 斯巴达 大家还有一般讲到斯巴达 他讲的是公民 比较相对比较平等的 他社会是很稳定的 而且是 这个 怎么说呢 当时在希腊的社会 希腊世界是 比较受人羡慕的 斯巴达人 我们讲的这个Lakonia 就是寡言的人 他为什么呢 斯巴达人不喜欢说话 他们是行动之人 英语就叫 他们是Doer They are Doer They are not Talker 他们是以行动 证实自己价值的 这种传统这种文化 而这个雅典呢 正好相反 雅典人 你能不会演说 你还是雅典人吗 所以雅典人是非常善言词的 他们讲的是 就是这个斯巴达是军事 雅典是艺术 是非常不同的 两种不同的文明 所以我们讲到希腊文明 希腊古代文明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样本 城邦国家 都有非常不同 我可以说这个斯巴达和雅典 可以说是两极 那么斯巴达我就在想了 这个资源时间关系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平等和稳定的这个特点上面 它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就是斯巴达的人 他完全是精神化 这个男婴出生就被长老检查 然后还给如果说这个健康了 还给他们他的父母 然后呢 把他养育到七岁 七岁以后 这个所有的男婴都到军营 接受训练 一直到18岁 他们是一个集体训练 居住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跟家庭是分离的 分离的 然后18到20岁之间 他们就像秘密检查一样的 因为斯巴达的奴隶是百分之七八十 他们会有些动作 会有暴动 所以他们就是 目的就是要控制这个奴隶 对奴隶进行监督 甚至是杀戮 然后20到60岁这段时间 他们所有的斯巴达男性 住的都是军营 他只有晚上回家跟妻子见面 所以他们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这种军营的警察式的社会 造成了斯巴达的基本的平等 因为他平等就是说 他土地 他这些奴隶不是个人拥有 这些奴隶事实上是国家拥有 而且这土地也是国家拥有 所以一个斯巴达公民死了 他不能把这个土地 让他的孩子继承 他是国家收回 每一个男婴出生 给他一份土地 每一个女性出生 给他男婴的一半土地 所以呢 他是比较平等 相对比较平等 那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其实这个模式也是这样子 那么讲到斯巴达 讲到斯巴达 这个我们又要想到 这个斯巴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后来到 这个起目运动的时候 这个Russell实际上 他就很欣赏斯巴达的一些特征 因为他是平等的一个一些特征 但是你要看到斯巴达 这个平等的背后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一个军事社会 那 现在呢 这个我们就要聚焦这个雅典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 这个我是给大家 这个信息可以下载 Rick Steve的这个Auto Europe 他雅典的这个城 则这个步行 哪一点 去哪一个景点 他都给你解说 你把它下载到你手机里就可以了 那么既然他有这个解说 我就全部铺裂掉 过去了 这个是 这是罗马 罗马国王剪的 这些 我就给大家快快看一下这个景观吧 这是一些 就是村落 非常非常美的一小村落 这是罗马建筑 因为罗马已经太近了 就是不够古远 我就赶快过去 在雅典 你们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雅典 大概坐汽车半个小时 到这个半岛的这个尽头 有个叫Temple of Poseidon 就是海神的一个纪念 纪念的一个地方 这个拜伦 就在那里有他的留言 这是亚典考古博物馆 那么这个海神 Poseidon这个雕塑 可以说是 几十文明的一个雕塑 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那么刚才那个寺庙 就祭祀这个海神的 那么在雅典 我们去三个地方 一个是卫城 一个是商场 一个是剧院 那么这个是卫城的图 卫城的夜景 这是他的当年的还原图 非常红维的一些 一个建筑群 给大家感觉 快快快过去 这是两次去希腊的时候 这个巴特农神庙 我这个海报上面 用的是巴特农神庙 可以说巴特农神庙 是西方文明的最好的象征 比如说你讲到希腊 你要想到 如果只能给你一张照片 一定是巴特农照片 你讲到西方文明 最典型的象征 就是巴特农神庙 巴特农神庙 是在波西战争以后 结束以后建的 他之所以能建 也是因为雅典 成为这个 我前面说的 我前面讲的是 第一年联盟的盟主 所以大家都要说的不好听 是进贡 大家都要捐赠 大家都要把他的这个税率 这个盟主有权力向各个城邦国家争税 争税维持这个联盟 但是到四五年 前四五零年 本来是在那个体 叫德洛那个岛上 金库在那岛上 结果这雅典就把这个金库 依到雅典本身 本土来了 移到这个城市 他就霸占了这个金库 这个时候的雅典 就你不参加这个联盟 也不行 就强迫你参加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五十年 我们叫雅典帝国 那么帝国的财富就建立了这个巴克农神庙 这个神庙从前四五那边 一直到一六多少年 一六七几年 一直是耸立在这个Akropolis高山顶上 在一六七几年 因为土耳其和这个威尼斯征战 结果土耳其在这个神庙里面 做了他的这个弹药库 然后这个威尼斯人 打炮把这个弹药库燃烧 攻打 所以耸立了两千年的这个神庙 到近代被毁于一带 多么让人痛心 你去的时候只有两次去的 就是脚手架永远都在 你都在修复 这是我后来去的一次 那这是有个还原图 这个巴特农神庙 这还原那个建筑在什么地方啊 不要走远 就到Nashville Tennessee 是1897年建了一个还原图 它中间这个巴特农神庙 祭祀神庙 是雅典娜 雅典娜的神 它也是用这个下压和精子做的 那当然这个副语员的复制品 不是下压和精子 那我讲到建筑 建筑和戏剧是最公共的艺术 因为它是对这个希腊的雅典的公民 直接对话的一种艺术形式 那么公共艺术呢 公共建筑当然有神庙 有剧场 有竞技场 还有商场 那它的结构呢 我就快快地说了 它就是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希腊的建筑 它就叫三种柱子 这个三种柱子呢 主要就是一个叫Doric Order 哦不对 叫那个 第一个是Doric Order 第二个是Ionic Order Doric就是斯巴达地区来的那种风格 Ionic呢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海岸的地方 Corinthian最复杂 那么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的都是Corinthian 你看包括我们学校SMU的这个 这个很多建筑都是Corinthian的这个 我们叫柱头 这个罗马人 升服了希腊以后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Corinthian Order 所以他们罗马人在 罗马人那里发展广大 整个这个希腊的建筑效果呢 它是对称 平衡 庄重 理性 所以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 所以新古典主义 它要求的就是理性 反戈特式 理性它的建筑 快快讲 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 Agora Agora就是 可以说是商场 这商场 这个建筑叫Store 就是 后面有建筑 大家前面呢 还有是有顶的长廊 长长的长廊 这长廊里呢 就是各种商铺 还有一些艺术家 要去卖他的 都说他的话 有些表演的人啊 他们都可以在这里 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讲的 我们 我们美国经常讲的 Shopping Mall Strip Mall Strip Mall的原型是什么 你别看那么 Lowly Strip Mall 它其实它的原型 就是希腊的Store 在这个商场 还有看到 你看 我给大家看 那这是整个一块地方 就是他们这个 希腊公民活动的 一个场所 在这些场所呢 我们 在 在公元 五世纪 六世纪 会听到一个 非常执着的声音 那个执着声音 来自 苏格拉底 这些哲人 都是在这些场合 去跟大家 探讨 辩论的 那么 讲到希腊哲学 苏格拉底 是 希腊 三哲人 之一啊 第一个 那么 在 这个 1509年 这段时间 这个著名的 新古典主义画家 Raphael 他画了一个 叫 School of Athens 他把所有他 不过这个年代的 这个歌 他把这整个这些 希腊的人都 哲人和著名的 这个思想家 都放在一起了 那么 我这个点不出来 那么前面两个 中间的两个 一个是布拉图 一个是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他最著名的 就是苏格拉底方式 什么叫 苏格拉底方式呢 他是总是 用怀疑的态度 去 质问 对方 比如说 他说 要 要 道德 我们要提倡 道德 他就说了 你告诉我 道德是什么 怎么定义 他到后来 要把对方 搅得 他不知道 怎么定义 原来他并不知道 他所提倡的 道德是什么 所以呢 这就是苏格拉底 提问的方式 用英文出来 它是 critical questioning 它形成了 西方 这种思辨的 一种 一种思维模式 还有苏格拉底的 智慧 是什么智慧呢 就是说 认识到自己 是无知的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 智慧 苏格拉底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他后来是 被雅典人民 起诉说 是他毒害了青年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呢 就是流放 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喝毒药 只要毒解而死 这个是当时 这个18世纪的 这个新古典主义画家 Jacques Louis-Zaville 画的这个 非常著名的 苏格拉底之死 那么在这个床 他在自死的时候 他还在 在对灵魂永生的 这个主题 在进行对话 在他床脚上 做的就是 布拉图 Do I have the cup? Yeah, I'll get you. 我在讲座之前 我先生给我 定制了一个杯子 杯子上面 有一个字 我说 这看不懂 是不是希腊语 英语就表示说 It's Greek to me 看不懂希腊语 他说是希腊语 给你准备讲座家境 然后 我们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杯子 给大家看 上面写的是 是毒井 他就把 给苏格拉底 喝毒井的杯子 给我了 还有苏格拉底 他说的一个名言 就是叫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我翻译成 审视自我 否则生命的地义何在 布拉图 亚里士多德 要讲到这个哲学 题目这么大 我时间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 虽然准备了很多 我只好不讲了 那么 这个 这个 布拉图 他 他讲的是 他是一个 形而上的 形而上 就是metaphysics的 奠基人 有些 这个西方的哲学家说 西方哲学 就是布拉图 以后的哲学家 都给布拉图的著作 做讲著而已了 那么 亚里士多德呢 因为布拉图 讲的是 形而上 他要讲的是 这个truth reality knowledge is up there 他讲的是一个抽象 我们讲抽象 形而上的一些 概念 存在 而亚里士多德呢 他的父亲是医生 他自己也很喜欢 自然科学 自然 我们讲自然科学 就是natural philosophy 所以他写的是 更加多实证的一些观点 所以他 布拉图首是指的上 是高高在上 理想过 他的著名 做理想过 而布拉图 是往前指的 就是说 这个真实存在 和知识 就在我们这里 这个我们讲 这个academy academy是布拉图 在苏格拉底 被杀以后 他建立了 那个学院 academy 所以我们作为学者 就是academy 这个 亚里士多德 他建的这个学校呢 叫来信 所以你要到 这个圣皮特堡 俄国的圣皮特堡 然后到这个 普希金的 这个 这个 固剧一看 他在来信 是怎么学习的 我说来信是什么 原来还继承了 亚里士多德的学院 就叫来信 那么最后看这个 剧院 这时间都快到了 这个剧院 那剧院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建筑 是对公众对话的 一种意识形式 你公众不断的 要跟他交流 这个 而且这个建筑呢 也是一个公共场合 感到这个 代表了这个 希腊的这个 文明的理性 那这个 还有一个形式 就是戏剧 这个戏剧 可以说 很多专家说 戏剧 为什么在这个 这个 雅典那么发达 你没有看 斯巴达是不会的 就是 斯巴达 它是反对艺术的 因为这都是浪费吧 这都是奢侈浪费 所以 罗苏也是反对艺术的 这个 很多次 后来是很多思想家 就是苏格拉底 也是 他反对诗歌 他甚至反对河马 这个 就布拉图 也是对诗歌 不好看 因为他们是 Imitation 他们是Imitation 他们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 亚利斯多德 他很著名的 一部 著作叫 诗学 他可以说是 我们第一部 世界上第一部 文艺评论 所以亚利斯多德 他是非常崇尚艺术的 那么在雅典 这个艺术和他的民主制度 是精密相关的 这个雅典的这个剧院 都是有露天的 有不露天的 那么他的剧院 每个公民都可以免费 有张票可以进场 他这个剧 为什么这个戏剧会兴盛呢 继续不是像我们今天 这个周末了 我们是中产阶级 去吸收文化 然后饭后谈资 然后觉得自己格调高养 他不是为了这个 他是为了宗教 这个戏剧和宗教 是精密相关的 他戏剧的形成 就是为了纪念九神 九神 Dianesis Dianesis他在九神 他可以就是放松 整个这个放开了 然后就是表达 就自我表达了 所以他是纪念 他是祭祀 这个九神的一种活动 每年他都有很 非常盛大的这个竞赛活动 一个体育竞技 一个戏剧竞技 戏剧之后 他每一年都评出 三个最好的剧本 这个你看这是还原土 这是高的那个 就是Acropolis 最上面的是Pathalon Pathalon什么样 山脚下 就是两个非常著名的剧院 那么这个右手这边呢 就是九神 是露天剧院 他可以做 一万五千亭观众的剧院 这个右边 这个实际上是罗马时代 罗马时期的希腊人 建了一个 是有鼎的 主要是为了音乐 这个遗迹 大家可以看 看到这个遗迹 那么我想就是讲 最后这么两分钟 就想讲这个悲剧 希腊很著名的悲剧 还有喜剧 但是最著名的是悲剧 为什么悲剧呢 就像亚里斯多德讲的 悲剧的目的是 等于说集体情感宣泄 精神进化 他最著名的 我认为是最喜欢的 这个剧作家叫 索夫克勒斯 他我最喜欢的 这个一本剧本 叫 俄地普苏王 俄地普苏王 大家都知道 这个 这个故事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 他是杀父 就是杀父 取母 这个故事 那么他从小 生出来以后 因为他知道 这个国王 他的父王 知道要杀父 所以呢 就把他的腿 用铁丝绑踩 然后想把他扔掉 结果呢 他被牧人 他那个牧人 让扔掉他的牧人 舍不得扔 就交给了另外一个牧人 另外那个牧人呢 就交给了他的国王和王后 因为他们没有子嗣 所以呢 他就在 这个 这个国王宫里长大 长大有一天 这个 有个喝醉酒的客人说 你 你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野孩子 他说野孩子不是 难道这不是父母吗 他就到哪里啊 他到德菲 那个德菲 德菲去求神域 这神域并没有告诉他 他是谁 但是说 你会杀父 去梦 所以他就不敢回家了 他就开始 去往他家的方向 方向跑 就跑到 在路上 碰到一个 麻烦不讲理的老人 他们两个就交手 交手他就把这个老人杀死 然后到了 他继续到这次 这次 他就是 他解 这次有瘟疫 我们现在有很多疫情 这次有瘟疫 瘟疫呢 他就解答了 这个女妖 Sphinx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动物 早晨是四条腿 中午是两条腿 晚上是三条腿 是什么动物 他解答了 他解答了是人 孩子是婴儿的时候 成年的时候 老人的时候 组一个拐杖 所以三条腿 那么他解答了 这个Sphinx就完蛋了 所以他Sphinx 给这个Steve释放的 瘟疫就被解决了 那解决了以后 这个人民都非常感恩 就拥戴他为王 然后把这个王后 国王的衣裳 让他娶了国王的衣裳 大家就知道 他娶了他的母亲 他杀了他的父亲 但是这个 这个 俄迪普斯王 这个剧本 这个都是家喻户晓 就像这个河马什士的 这个故事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很熟 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但他的剧本 是从最后开始的 最后 就是说 Steve又有瘟疫了 那么他就要调查 他作为一个国王 他要调查 为什么有瘟疫 是什么人造成的 这瘟疫 实际上是一种象征 Metaphore is a trope 我们现在有一个疫情 人家讲的瘟疫 从这个 俄迪普斯王里面 讲的瘟疫 它影响了 西方整个文学史 你要讲到 你看这个 莎士比亚的 这个最著名的悲剧 叫什么 To be a novel What's Shakespeare 太多了 Shakespeare is a famous tragedy As many Give me one King Lear No Ham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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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发生的地方是丹麦 他里面就说了 丹麦在腐了 See There's something rotten in Denmark 它指的呢就是执政者 有问题 执政者腐败了 所以造成了整个王国的瘟疫 那么 所以呢 俄迪普斯王呢 他当然他不知道是谁造成 他去调查 他调查 他找了一个这个盲人的这个 这个叫 我看怎么说 Seer Seer 是预言家 预言者 一个是盲预言者 那预言者呢 就暗示说 这个造成这个瘟疫的 就是你 他说 你完全是 他就马上做政治考量 你为什么是想让我的妻弟去取我代之吗 你是个盲人 你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 你某某某某上次的这个瘟疫 你也没有说是没有办法去预言 是为什么 是我解决 我把那个things的那个riddle给解答了 你都是干什么了 你这个盲人说瞎话 盲人说瞎话 然后这个盲人的预言家就说了 我虽忙 我看得清楚 你虽有眼睛 但是你实施一个 一个失明的状态 这个剧里面 他就正常讲了 这个先见之明 失明心里面 白光明 这些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对话 那么最后 这个 这个 他终于发现他的身世了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 他的这个 母王也是他的妻子 他知道自己是 原来真相大白 羞愧难当 他马上就上吊自杀 然后这个 盲人扑斯就用这个 母王的这个身上的这个 这个别针 把自己的双目刺下 你看到这个这个油画就是一个是解读的 Sphinx的这个谜 还有就是他把自己的自己 把自己的双目刺的失明 只有他看不见了 他心里才真正明白 那这个一般解释就是说 这个句是讲的是这个 命运 命运的主题 人不能违抗命运 但事实上 我觉得更深层次的是一个人的主题 为什么讲人的主题呢 就是说 你看这个 这个 埃德普斯王 他首先 他是一个调查者 他是investigator 你看他一开始 Sphinx给他的这个 他把他解了 然后呢 他要解决谁造成这个瘟疫 最后呢 最后一个问题 他是说 我是谁 啊 原来 我不是那个 Currency国王和王后的孩子 那我到底是谁 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弄得水落石出 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谁 所以他后来他 我认为 这个埃德普斯王 他讲的一个主题 他实际上是要自我选择 是我要知道 我知道是谁 有自我认知 然后自我选择 对自己的惩罚 他 可以 不知道 知道了 他可以做别的事情 但他把自己双目失明 把他自己的眼睛扣出来 比死亡更残酷的一种惩罚 而且他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 这个事件也就快结束了 我就想 埃德普斯王 他实际上他讲的是一个终极问题 埃德普斯王 他虽然他被命运住在 他没法改变他的悲惨的命运 但是他想问的是在重极问题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我们现在就人生重极问题 在中国天天问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 是想回归到一个人的根本主题 这跟罗马是我的这个解读 也是修极相关的 那么我最后想结束 结束的就是在这个阿波罗神庙前面的这个神语 人啊 你认识自己 还有这个苏格拉底给我们的这个阵言 就是审视自我 否则神明意义何在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 Lisa 好 对 我是Lisa 张立超 那个 很感谢萧林教授带着我们 这个希腊之友走这么一圈 让我们受益匪浅 更是有深度的了解了希腊的历史文化古迹 那么也很感谢大家上网 听讲 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就一一的提出来 有一位 Richard 他提出来的问题呢 等一会儿好 我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 OK 希腊古典时期与中国春秋末期战国前期同时代 苏格拉底柏拉底柏拉图与孔子孟子孟子基本也在同一个时代 对 在没有相互传承的情况下东西文明同时取得爆炸性的突破 前文肖教授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谢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不仅是希腊有这个责任 还有当然我说的希腊 我说了什么文学啊建筑啊艺术啊 这个这个啊 他的起源于希腊 科学也是西方科学也起源于希腊 Pathagon Theorem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希腊人做的 不仅是希腊 不仅是中国 还有印度 释迦摩尼 就是五世纪的人 六世纪的人 所以呢 就是整个这个时间 为什么世界这个早期的文明 就在同一时间 忽然这个 对很多哲学的这些问题 都进行了思考 而且这些思考 可以说是给以后的文明路径 奠定了基础 奠定了方向 所以这三大文明 他们走的是不同的方向 但是他们当时的基础 都是在公元六世纪 五世纪 三四世纪 最晚三世纪 其实三世纪就很少了 希腊中国都很少 所以都在这段时间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他们叫做Astral Age 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 有专家提出了 就是可能解答 就是说 这个时候 这些文明都开始了 比较快速的城市化 城市化 本来大家都住在乡村 以农耕为主 那么大家乡村的互相来往也不多 更加没有私电了 这个城市化就分工 而且人与人聚集在一起 他就会分工 甚至到就是这个我们叫 intellectual work 就是这个文化工作 就分工出来了 那么他们开始就需要 有这个生存的空间 来思考这些比较抽象的 比较根本的人和宇宙的大问题 希望这能解答你的疑问 好 下面一个问题 是 Julie Fung 那么他说这个波西战后 希腊是否把当时波斯广大领土全部占领 那没有 波斯帝国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但是他可以不断地又去征战这个希腊 那希腊能自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攻击了 他根本没有力量去征服波斯 但是波斯后来的确被一个希腊人征服了 那我说的是古典主义时期的classical period 希腊 那么波西战争 他两次都抵御了这个波斯的进攻 他没有还手之力 他只是抵御了 那么哪个希腊人把波斯征服了 亚历山达大帝 所向无敌的亚历山达大帝 他把当时他们no world 当然不包括中国了 一直到北印度 连那一块地方都被征服了 所以那是亚历山达 但是他不是一个城邦国家的形式 他事实上是一个monarchy 他是一个君主的这个政体 然后帝国的形式去征服的 那么雅典后来到时候 其实雅典的形式也 其实雅典帝国的存在也就是50年的这个时间 因为后来这个 Penepinesian War跟这个斯巴达联盟争战 斯巴达还求西 波斯支援斯巴达 把雅典打败 所以后来雅典衰落 也是因为后来被这个波斯和这个斯巴达的联盟被打败 那么 后来波斯事实上是 后来他这个亚历山达 大家知道亚历山达32岁就过世了 所以他那个在那个波斯那块地方 他并没有完全占领 所以波斯帝国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波斯人也就是伊拉人 他们为自己的文明也非常骄傲 好下面一个问题是赵庆提出来的 肖老师有机会把希腊哲学与历史结合一下讲吗 我希望有机会 因为其实我准备了非常多的 后来我意识到我这个 我准备的内容可能三四三个小时都讲不完 我就噼里啪啦的都砍掉了 因为我很想讲这个灵魂的这个问题 比如讲灵魂 灵魂是上这个soul这个概念 那我以前讲埃及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这个埃及的soul 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 我们中国后来也是有魂和魄这个不同 那么真正讲这个魂 就是灵魂 是可以脱离人体的 那是苏格拉底和布拉图 为什么讲苏格拉底和布拉图 因为苏格拉底它没有任何著述 它的思想都是布拉图记载的 那到底这个布拉图记载的是苏格拉底思想 它自己的思想永远不能知道 所以就他们这两个人 他们就在这个灵魂之上 进行了很多的阐述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就是基督教的这个 就是因为基督教的这个 不是基督教 犹太教 犹太教不怎么讲这个灵魂和这个地狱天堂的事情 人死了就死了 他主要还不是讲这个天堂地狱和人的灵魂 但是基督教就非常强调人的灵魂 那他们可能认为有这个互动 互相影响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非常希望有这机会 还有呢当然就是这个理想国 这个苏格拉底的这个布拉图的理想国 还有就是我讲了布拉图 我希望大家不要犯一个错误 就是说我们讲布拉图式的爱情 我经常叫布拉图 布拉图式的爱情不是光是精神的 布拉图的爱情不仅是不排除肉体 它主要是强调精神 但更主要的它是 事实上是一个同性爱 同性恋爱 所以它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哲学论述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说 跟大家共同探讨 好那个我们还有时间吗 好像没有时间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那个然后其他问题 可能你可以在电邮中 可以跟大家通通 可以在微信里面 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这个 达拉斯文化生活协会这个群 大家可以问我 我可以及时给你回答 好这个下面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就作为最后一个问题 好吗 这个希腊文明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是否它的体质上有致命弱点 对今天有何歧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就在想 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做一个讲座 以中国为主 但是中国在 它还在比这些五大主要的这个古代文明 因为中国文明是 中华文明是 虽然它比它是跟希腊 差不多比希腊早一点的 因为从文字上 因为希腊的第一个文字 我们没法解读 就是后来的 因为第一个文字 那么Noan的文字 它上不是希腊语 后来希腊语在能解读的时候 比我们要玩了几百年 那么你看埃及文明 Masipotemian文明 印度文明 那只有中华文明是 一直延续下 没有断过 其他的文明都有很强的断裂 埃及文明 这个希腊文明 都是非常强的断裂 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就是说希腊 希腊后来是被罗马占领了 那么罗马占领了 罗马帝国呢 它对希腊文明 它实际上是一个继承的 罗马人他工程很好 但他其他的文化资本 全都是从这个希腊 从希腊成续下来的 那么到后来 这个希腊本土 被这个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以后 那么它完全是边缘化了 在这个拜占庭帝国的时候 你知道拜占庭帝国 我们讲拉丁文是个死语言 那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语言 他已经死掉了 罗马帝国那么强大 包括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那么强大 一直到一直延续到 从公元31年 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1年 一直延续到这个 15 15 16世纪 这么漫长的 但是拉丁文 没有人 没有人说拉丁文 但是希腊语 希腊语还说 那么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拉丁 就是这个 这个 罗马帝国 包括 尤其是 拜占庭 他们的主要语言 是希腊语 所以他的文化 是产生 但是他的政体 是没有 那么他有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 很简单的 我就说 比如说 这个民主 他是有问题的 民主 就是在这个 这个 希腊 他是一个彻底 直接的民主 每个人都选票 他不是 我们是代义 美国的民主 实际上不是直接民主 是个代义制的 那么 这个希腊的民主 实际上是直接民主 他到民主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军事 他也要民主 决定 打什么仗 什么时候打 谁做 统帅 大家都有会 产生意见 他就是演讲 他都继续到台上 一演讲 把大家都 都搅动 我们要选这个 实际上他是 民主 非常强盛 但是 民主 他经常把时间 也耽误了 这个意见 也不统一 然后策略 你说 他们不是军事专家 那 所以他后来 其实 有一个史学家 我读的 他是把这个 雅典被斯巴达 这个击败 是他的 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他是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 他不团结 他总是 他不是专家 他也没有集权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他有这些问题 那么还有 他一个 一个城邦国家 他不是一个 一个 unified kingdom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是个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花一次 一次讲座的时间 来去解析这个问题 好 那个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大家给的一些建议 说下次是不是可以多讲一些河马史诗 那么或者是讲一些Kareem's 这个哥林多 那么那其他的一些这个信息呢 就是谢谢你今天 花了时间准备这场演讲 让大家学习到很多 那那个 肖林 你要不要做最后的一个总结 非常好的 我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个 给自己宝贵的时间 听我的讲座 那么这些我都非常想继续探讨河马史诗 还有这个戏剧啦 哲学啦 这些问题 但是我希望下次能够带大家 去印度做深度文化游 到罗马做深度文化游 所以要讲的屏幕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有机会 我当然都是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探讨 谢谢大家 我再说一句 那个 肖林老师的这个老公啊 Scott 很谢谢他 这个所有的技术上的问题 都是他解决的 那另外呢 就是他也做了录像录音 所以 只要是 注册报名的人呢 都会收到 这个整个的录音实况 录像实况 所以如果没有听懂的 或者是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听第二次 谢谢 对 是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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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